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Full on Beauty的2017我的最爱化妆品篇 刚刚已经整理好我自己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化妆品了 但其实有两样是停产了 那待会跟大家讲到 另外有一点加盲的就是 有一点的产品就是在12月底的时候 看完其他YouTuber的我的最爱买回来试 试完之后我自己很喜欢 所以就放在我自己的2017我的最爱上 好了 现在立刻开始先了 我们顺一顺序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讲primer primer在2017画之前 其实我自己试过很多不同的类别 牌子的primer 在不同的类别 我尽量和大家选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产品 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说在毛孔方面 我每天都会用到的 就是Lancum的这一支 修饰毛孔的primer 一支的base 嗯 那样子就是这样的 那我其实都试过benefit的那支 professional 也试过Karen's的 红色一项的primer 但我也是最喜欢这个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塗了它之后 就算有时我皮肤比较干 它也不会令我看上去 那些脱皮的现象会更加明显 是不会的 那我觉得它修饰毛孔也很好 很不错 所以我自己每天都会用到的primer 就是这一支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一支 那如果说到控油方面 那不少得的一定是suffina 这支long keep base 另外亦都想和大家提到 另外一支都是控油的base 那就是JS的一支 叫做lasting tint control base 那就是好像有分颜色的 那这支是粉红色的那一支 那其实两者有少少分别 那这一支塗上来会爽很多 薄很多 那这支会比较厚一点 如果不太喜欢妆感 比较重一点的朋友 就不建议买这一支 但如果以控油方面来计 我自己觉得这一支是再好一点的 接着说到光泽感方面 其实我自己会比较 最多人说的是Tom Ford 和By Terry 这两支我自己喜欢 By Terry的这一支 那就是1号色的 就是珍珠白的那一款 那我自己其实买了两支 一支就是4号的Sunny Flash 你会看到一支比较古铜色的 那我通常夏天会比较喜欢用 就是在粉底之前薄薄的 塗了整面 就让自己听一点 会觉得阳光一点 我自己挺喜欢阳光一点的感觉 就是By Terry的这一款 那另外 保湿的呢 其实就没找到一支 我自己觉得很喜欢的primer 所以就没得和大家分享了 那如果你说调色方面 令自己看起来 看起来白一点 就是 如果想妆感比较白 正一点 我自己都挺喜欢Clay Deport 这一支 很多人都推介的那一支primer 就是这一款 接着我们要说就是粉底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看过很多不同的youtuber介绍的粉底 都很不一样 因为大家的肤质不同 喜欢的东西都很不一样 那我真的略略说一说我自己 今年在2017用得最多的粉底 是哪几支 那就是 有Clay Deport的金盖 就是这一支 接着就是by terry的sheer expert 多少颗色呢 应该就是7颗色的vanilla vanilla beige 然后就是 Giorgio Armani Power Fabric 那一款 就是3.5颗色的 接着就是想跟大家说一支 我自己多经常用到 就是和粉底一起混色的 一个产品 就是pericon MD的 Low Bronzer Bronzer 就是这支 是因为我之前去旅行 晒黑了 每一次混合粉底的时候都会滴一两滴 接着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concealer和corrector的产品 首先 corrector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每天都会基本上会用的 除了不记得 就是Giorgio Armani的 这支 偏橙色的corrector 我觉得这支 除了可以调到色 之外 令到我的黑眼圈 没有那么明显之外 我觉得它 其实印开很薄 不会觉得很厚 不会加重你自己眼下的皮肤 那种妆感 推开之后其实很薄 但也可以调到色的 另外一个corrector就是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Pixi的这个 Brightening Peach 这个对于我来说 其实 我觉得是偏粉红少少的一个corrector 我这个是喜欢在 在concealer之后 在泪溜位置 如果我觉得我自己用concealer遮得 没有那么漂亮的时候 我会用很少少少少的 印在泪溜的最深色的那条线上面 去Brightening up 令到泪溜没有那么明显 这个我自己都很喜欢用的 至于一般的concealer 我自己2017年最经常用的 都是这两个 之前说已经停产的 就是LMAE的这个concealer 这个concealer 暂时被我已经用到 真的 清 热烈了很久 但我依然在用中 这个concealer 是我用过这么多的concealer 里面 最滋滋的一个concealer 塗上皮肤上面一点都不干 它还会有点光泽 可以令到它上了皮肤之后 我自己觉得很自然 另外我也用了很多的 就是MAC的Studio MAC的Studio Finish Concealer 就是NW25 这个都用了 也有back up 我想我很喜欢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颜色 对于我来说是刚刚好 尤其是遮阻斑的位置 我觉得它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自己都很经常用的 另外一个concealer 然后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碎粉方面 在不同的功能上 我自己都有我自己喜欢的碎粉 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控油方面 我自己喜欢的 就是分别有NARS的这款 Light Reflecting Light Reflecting Setting Powder 就是Pressed版的 很多人都有推介的 另外一个就是 Soup & Glory的这款 One Hack of a Blot 就是这个 两款对于我来说 都是有控油的成分 所以我自己都会轮流用它们 然后就是说到 在修饰毛孔方面的碎粉 我自己最喜欢的两款 就是分别有 It Cosmetics的 Bye Bye Pores 另外就是 RMS Beauty 一个天然品牌的化妆品 的Unpowder 我买的颜色就是 Translucent的那一款 透明感的碎粉 其实两款 修饰毛孔的程度 其实最漂亮 我自己觉得 是It Cosmetics的这款 但这款 是在我发掘到 It Cosmetics之前 一直都是用它 来修饰毛孔的 最后一个想说的碎粉 就是Make Up For Ever 这款 其实我自己手拿着 就是旧版 我新版就没买 因为我旧版没用完 我就不想买新版 新版我只是买了 用一个Press Powder 嗯 我自己用这个碎粉 用在哪里呢 就是用在眼的位置 我自己也有听到 其他YouTuber 会介绍 La Prairie的那一款碎粉 我自己也有买 也有试过 落眼底或者全面 但我自己觉得 依然都有粉感 那个粉感 我自己觉得 可能我自己眼的位置 比较干 所以显得干的程度 会比较容易一些 那我自己用这个 Make Up For Ever 我自己觉得 已经是粉感最轻最轻的 一个产品 所以我自己就 很喜欢用这个 做眼下面的碎粉 定妆碎粉 好了 第一盒 就已经讲完了 那现在呢 就是讲第二盒 那首先 想和大家分享 不如讲Bronzer Bronzer 其实我自己也有 很多不同的Bronzer 我自己是很喜欢 买Bronzer 除了胭脂 Bronzer 也是一个挺吸引我的 一个女别的产品 来的 2017真的用得最多最多的 就是这一盒 那就是Estée Lauder 和Victoria Beckham 合作的那一款 那就是第一年合作的 那个包装 那就是植纹的那一款 那颜色的颜色 是01的Jefferson 那颜色 那我自己呢 我觉得它上面的 曬耗的妆感 我觉得很适合自己 我觉得很美 所以就很经常都是用 这一款 我自己有看过另外一个youtuber 就说他不好用 然后说他不好用 但为什么他不好用 它的卖点是bronzer,你怎会用来做contour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去比较 所以以bronzer来说,我自己就很喜欢这一款 contour我自己会比较喜欢 Calvin O' Crown的颜色是Light 其实Medium,不知道是不是Medium 它就是旧版的一款,其实我都很久很久之前已经有了 我都还留在这里,那个就会比较深色一点 盒子就是比较长一点 以前它包了一枝刷子,但它的刷子实在太差,很刺眠 我想是太多人投诉的原因,所以它后来就出了这一版 就是没有跟刷子的,就是这个product 一个偏灰掉的contour粉,Matte 是我自己都很喜欢这个 highlight也是我一个很喜欢买的项目 但今年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JOE的这一款 一般的highlighter 一般的颜色来的 一般的颜色来的 就是这样的款 就算拿它来塗眼头提亮,我都觉得很漂亮 我自己很喜欢拿它来塗眼头,有时就算我不用它来做highlight的话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 今年 接着就是有NAS的这个eyeshadow Base 我以前已经是用过Urban Decay的eyeshadow Primer 但我觉得这个好用很多 我主要都是用它来防止我眼睫位的位置积线 积了一些foundation,eyeshadow的线 整天都不会有的 接着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项目 就是胭脂 胭脂方面我自己有几个可以和大家分享 其实2017年我真的用得最多最多的 就是在我自己sip palette里面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偏橙色的 比较橙色的胭脂的颜色 但是这个牌子是Sealens 很多人都说它的粉底 但是它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出过胭脂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 它自己回收回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已经停产的产品 所以就不太想说了 另外一个就是Tom Fogg的Cream Cheat Color 这个是没什么人会说的 唯一我听过有人说 就是当它是雷品那样 就说它塗在上面就没什么颜色 就是塗在上面就好像不知它做什么 但是我自己就很喜欢它 那我就喜欢用它的时候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就是当它好像有少少 除了cheat color之外 还可以有少少当它是bronzer 因为它用在上面 看来好像金金的 不知道看到它的颜色 那塗上手 这个颜色是偏橙橙金金的颜色 亦都很容易推开的 我自己觉得它的颜色 塗完之后 会令到你很有气色 就是一种很阳光的气色 所以为什么我自己很喜欢 其实它另外一颜色Pink Sand 我自己也有的 但是就没有说很特别喜欢 所以这个就没有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就是之前跟大家说 我自己有少少肝毛的 那就是其中这一款 那就是NARS的这个胭脂 就是颜色色号 就是Sex Appeal 都很多人拿它来说 那我就一直都想买来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都没有滴起个心肝 买来试 直到我前一段时间 12月底的时候 买了之后 我自己真的 是用完又再用 这个原因是 因为你塗完它之后 你会觉得 是有少少你自己皮肤透出来的 那种cheat color 你不觉得自己塗了很重的一大胭脂在面上 就是如果你是想要一些淡妆 要一些艺素颜的那些 我自己觉得这个颜色是很适合 很自然的 那我自己是 因为它比较淡的 所以我自己也有少少都 有少少重手的 就是我要令自己 是看到这颜色我才会开心的 但是因为就算出到来 它也是偏浅色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 不会被人觉得很heavy 刚才说到highlight 我是说漏了 不好意思 另外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RMS Beauty的 Lithin Luminizer 就是一个cream狀的highlighter 这个我都买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自己喜欢它的原因 是塗了皮肤上面 是一种很自然的sheen 你是完全不觉得有shimmer 就是这个 showed that 就算是很微小 你觉得好像很沉潤 皮肤很沉逃的那只sheen 在这里 是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 cream的highlighter 的一个原因 是很自然 接着就是调整眉部的 亦之前有介绍过 这个就是一个 韩国品牌的眉笔 后眉的另外一个 都是很经常都会说的 是Calvin O' Crown Ash Brown 我自己很喜欢用它来画眉头 一定不会失手的一个眉笔 我自己喜欢这个品牌的眼线液 是日本方面推出的一个 我之前看过台湾的Charlie 有说到他本身也很喜欢这一款眼线液 但他好像改了版本 所以他没有那么喜欢 说会用 刚好那一段时间我表妹去了日本 我叫她帮我买回来 就买了包装都已经不同了 就变成了这个 在日本你现在买到的就是这个款 之前我这个是在台湾的时候 不是 这个是在台湾买货网买回来的 这一款 就是完全不甩 这个之后 我表妹记得回来 我就叫她买了三个色 就是黑色 一个比较浅的啡 接着就是我另外开了的 一个偏蓝色的眼线 这个呢 其实我特意开来 就是想试试它 这个新的formula 是否真的会用 但我自己试完之后 我自己就不 在我眼上完全没有甩 所以我很庆幸 我还可以用它们 当然了 我是试了蓝色 黑色我都还没试 是否真的会甩 我就不清楚 但是呢 如果你说同一个formula 来说的话 我蓝色这支 我完全不会溶妆 在我眼上 但是呢 我也觉得它是formula 真的转了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它旧版的眼线 在每晚我卸妆的时候 当我卸下来 是会变成一粒一粒的黑色 但是这一款 最新的眼线液 卸下来的时候 是会 颜色是融掉 就不会再是一粒粒的了 所以很明显 它的formula真的不同了 所以你说 你如果本身都很喜欢 到你再买一支新版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用呢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之后试到的黑色 啡色是有溶妆的话 我会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暂时2017 我自己是最喜欢 这个牌子的眼线液 另外眼线笔 也是我之前说过很多很多次 就是cosmos的这个眼线笔 就是02号色Sun Kiss 它的包装的样子是这样的 可以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我就想和大家说一下 一些纯布的产品 我本身就在纯布这个项目来说 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喜欢买来试的 因为呢 通常很容易就会踩雷的 所以呢 我就 不是说真的试了很多很多唇部的 唇膏 唇线 那些颜色 我自己就 不是说真的试了很多 那么多年来 我自己最喜欢的呢 就是 之前也有说过的 就是The Body Shop的一支 叫做Pink Brown 但是这支已经停产了 因为呢 我已经是在Body Shop那里看 是已经没有了这颜色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要停产这颜色 因为真的太漂亮了 这颜色 那另外呢 我比较新买回来 自己都算ok喜欢的 就是 就是 不是 就是YSL的这一支 那颜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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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比我自己喜欢的 Body Shop那支呢 会再红点的 那颜色呢 那颜色呢 如果你说就这样 哎呀 那颜色呢 那颜色呢 我呢 那颜色呢 这个是YSL,我最新放回来试 都算OK的,你都会看到它是偏红一点 但塗了上嘴就直接出街都没问题 颜色会再出一点 这枝都OK的,我用完之后应该都会返回 除非我找到一枝跟这枝是更类似的唇线笔 唇布的产品我自己都很喜欢 Dior这枝Lip Glow 001 我基本上这枝已经清了和刮着用 也有一枝backup 但最近Dior出了一系列多了不同的颜色 我也有买到 其中买了两枝 Lip Glow 101 Matte Pink 还有007 Raspberry 我自己就没太喜欢Matte Pink 我自己觉得如果你的嘴巴偏干的话 你真的不要买它Matte的系列 因为都会显干皮的 另外我自己反而挺喜欢Raspberry的这一款 我自己会觉得它比这枝001 会再出色一点 如果你觉得这枝001太淡了 粉红 你想再多一点颜色 我觉得007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我自己是挺喜欢的007 另外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 Kerens这一系列的 类似Tinted的潤唇膏 如果比起Dior刚才那枝 它是潤很多的 颜色也出色很多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欢 分别有这一支 偏红的05号色Red 和这一支04号色Orange 你会看到光泽度很厉害 当然你可以厚茶 或者有时用一点颜色 印在嘴中央 亮亮的 而且它很够滋润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欢 然后化妆品到最后 想说的就是眼影 眼影其实我有一些都Hit Japan 但自己最喜欢最喜欢用的 就是这个 你看到这个也是Hit Japan 这两个颜色都是我用来打眼窩位的颜色 一个是偏灰一点 另外一个是比较Warm Tone 我自己很喜欢用就是用这个 我把牌子的名字打出来 也是一个天然品牌 颜色的名字就是Charmed 另外Nars的Duo Eyeshadow 这个颜色的色号 应该就是这个 我可能看不到 就是姓Paul de V 我不懂得读 就是圣保罗的那一款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就是它偏橙色的眼影 很喜欢用它来打底 另外这个 我自己很喜欢的啡色 应该这么说 比较中色系 在我眼上 我自己觉得好像很骯髒 所以我不喜欢的 不好意思 插开一点话题 这个就是PK107 这个就是WT905 这两个我自己都有用 亦都喜欢用的 在我皮肤上是显到颜色的 我知道有人会用了 觉得好像用了等于没有东西 所以他们不喜欢 但我自己是有感觉的 这两个 我主要是塗在鼻涼的位置 因为它没有Shima 所以纯粹是 帮你鼻骨位提亮 突然间好像白了一点 提亮 它就完全不是很死白 是塗上去是很自然 但是我自己是看到的效果 塗这个的范围 不能塗得太大 因为始终会透一点蓝色的光 所以我会觉得太奇怪 如果塗的范围太大 那就是大致上都是这样 另外一个监毛 想跟大家推介 我自己有很喜欢的 就是刚才说年底 我自己买年底 12月底才试的 但自己又超喜欢的 就是Latacha Delona 的一个叫做Crystal Top Coat 它是出了四颗色的 我自己是买了一颗色的 那颜色就是 上面这里有写的 就是写着Bronze 那颜色 我本来有想过 想将另外一颗 偏粉红一些 和偏Champagne 一些的颜色 都收起 但是我觉得 好像应该没有太大的分别 所以我也是不买了 如果要推介 那不如推介 就是买这个颜色 首先试了给大家看看 这边好像看不到 试试这边 它的Shimmer 我自己觉得是很漂亮 我觉得比起 大家说的什么Tom Fogg 我觉得这个闪得漂亮一点 我觉得闪得最漂亮的 一个 Glittery 一点的一个 Top Coat 我觉得最漂亮是它 那不如就把 大家经常说的 Tom Fogg的 Golden Mink 的闪粉 这里 就拿过去那个啡色 那个来试一下 在旁边 Tom Fogg的 会是一个 多一点点 银底的 一个闪粉 在这里 但是 Natasha Delona 这个 是会偏金一点的 而且它有很多 不同颜色的 闪粉 在里面 有红一点的 橙一点的 偏橙红 金的 那一类 也有点多的银 可能 但是 希望真的 在萤幕上面 可以看到 那个效果 我觉得 Natasha Delona 这个是最漂亮的 在2017 基本上 整年来说 我都没有什么 怎么买过眼影盘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用的 用来用去 都是一些 比较大地色系的眼影 我自己觉得 我不需要 因为一盘眼影里 真的太多颜色 我未必会用到 或者不会经常用 我就觉得很浪 但是 但是 在我年底的时候 我就不知为什么 发了瘋 因为很多人都推荐 眼影盘的时候 我就觉得 真的好像很漂亮 我忍不住 我就买了 回来试 我在12月的时候 买了什么眼影盘呢? 分别有 Colorwing的这一款 就是 Queen of Hearts 的这一款 Natasha Delona Star Palette Colourpop 的这一款 接着就是 VCR的 买了两个 一个就是 Petite Pro的 白色 很小的眼影 那一款 另外就是 VCR另外一个 绿色眼影的 Fury 你根本上网 都可以找到 它这些色系 我这么多的眼影盘 我最想说的 就是 这个 Coloring的 Queen of Hearts 让大家看看 它的颜色就是这样的 我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 我很喜欢这一盘 不知为什么 就算是一些 很不寻常的 深红色 这些 我自己都觉得 可以拿它来 当眼线 在黑色眼线上 画多一道 彩色的眼线 我觉得 特别了一点 但又不是太角眼的 不知为什么 不是太角眼 都自然的 你塗了出来 但玩一点点颜色 大家都差不多时候 买回来 但 比较经常 拿出来的 就是这一盘 我自己都不知为什么 但我自己 比较喜欢 这一盒 我已经将我今天 想和大家分享的产品 是 讲完了 哦 这个影片 应该会剪得很辛苦 因为 拍得很脏 另外到最后 林跟大家说 拜拜之前 就是想说下一个视频 因为 我刚才也说 我2017年底 其实有点点 发了瘋 去买很多 我看过很多不同的youtuber 我的最爱之后 我是买了一堆的化妆品 那是 除了刚才的眼影盘之外 我想说 就是 这里有一大堆 好像很夸张 是不是 不是好像 是真的很夸张 是 买了这一堆 就是试 有些产品 我自己试完之后 我自己都挺喜欢的 那我就打算 我再试一段时间 接着 下一次的视频 再和大家说一些化妆品 哈啰 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下一个视频 会提及的一些产品 会有些什么 这一堆都是 我看其他youtuber 他们介绍 他们最爱的时候 我自己选择出来买的 买来试的产品 有很多不同的眼影 唇膏 分别有 sirrat nars ysl smartbox Charlotte Tilbury 几个胭脂 有 Hourglass Remo Cover FX setting powder setting spray 一个日本品牌的眼线液 colourpop的眼影 nars concealer cladipal的睫毛膏 另外 还有一点 就是我自己买回来 就是自己想试的产品 有colourpop的胭脂 眼影 Hourglass的唇膏 sirrat的胭脂 眼影 bytary的 highlight水粉 这个是eqcosmetic的 bybypoll系列 里面的一个胭脂 还有很新的 就是 Hourglass的 highlighting stick 就是 这一枝 我买的colour 就是 Champagne Flush 对 今次这个video 终于完成了 多谢你们收看 我们在下一个video 再见